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也逃不掉 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 看到了没有 今年一开春以来 1月1号 日本大地震 死伤惨重 然后接着下来 火山爆发 接着下来 又是大地震 接着下来 火烧森林 现在烧了多少 吓死了 烧了几十个台湾大 然后接下来 更恐怖的是 暴雪 家家户户 没电没水可用 一大堆的国家 惨不忍睹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几二之年会是什么样的 天灾家人户 还有战争 没有办法结束 已经超过两年的恶乌战争 还继续在加剧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还会有什么重大事件 让我们这些2024年的人类 在两年内 十年内 还会有什么样的重大灾难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几二之年 什么时候能够缓解 好 失落的中国 好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经济也显露出八大病症 慢慢步上了日本失落年代的后程 当日本准备宣告战胜通缩之际 中国的大国梦快要成通缩的噩梦 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年轻人是失业当中 所以现在全球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包括美国现在也很多 非常多的州 难民一大堆 吸毒犯一大堆 枪击案一大堆 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跟国家都会变成这样呢 台湾诈骗集团亡国 还有食安危机亡国 好 日本老龄化社会大地震不停的在摇 现在更甚嚣尘尚的 到底富士山会不会爆发 美国的黄氏公园会不会爆发 这些再再的影响我们人类的生存危机 来 接下来 个性的循环 中国消费和民营投资疲软导致通货紧缩 中国消费者价格几个月来一直持平或下降 通货紧缩使家庭跟企业更能偿还债务 你跟银行借了钱根本还不起 所以宣告破产的公司也一大堆 那家庭更是噩梦年年 根本呢食不下宴的日子 怎么样过下去呢 好 有钱呢 的人还好 没钱的人真的是呢 好像打入地狱一般 我们来看一下压力进一步加重 成为难以摆脱的恶性这种循环 那接下来到底还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挑战会更大 中国经济去年面临通缩持续的房地产危机 大家不要忘记了 2008年是美国的房地产危机 现在呢 2023年呢 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危机 经过呢 十几年以后 轮流 风水轮流转了 好 所以呢 债务负担的家众人和外资流出的多重困扰呢 官员们希望从这有所放缓的成长 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的挑战还会更大 看到那个香港的股市跟中国的股市呢 很惨 哀鸿遍野 很多人在做直播的同时呢 做YouTube的时候呢 告诉大家 甚至在抖音里面 他们呢 抖出了很多很多不祥的内幕 那接下来呢 还会发生什么呢 最糟的五年 世界银行预估呢 2024年呢 全球国内生产毛额呢 GDP成长2.4% 连续三年趋缓 受到呢 coordinating疫情 恶乌战争 通膨和利率飙升的影响 2020年代前半段 孔血下呢 30年来最糟的五年表现 其实呢 2020年那一年还好哦 2021年也还算勉强可以度过 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 2023整年度 2024的上半年 真是惨不忍睹啊 大家应该有很有感觉吧 什么东西都贵到贵松松的 然后呢 很多工作呢 找不到人 医院缺人手 缺护士 缺医生 然后呢 动不动就要罢工 这都是呢 人类人为因素哦 还有 很多企业呢 做不实财务报表 银行呢 搜刮了穷人的利息 然后呢 坐向汽车 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 穷得越穷 很惨 来我们继续看 经济冲击 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分裂加深呢 正威胁跨国论坛与机构的运作 进而让全球经济呢 发展以凝聚共识的努力蒙上阴影 战争与冲突升级 地缘经济分裂 气候变迁与贫穷等问题呢 全球正面临恐怖的经济冲击 来地缘经济分裂 这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呢 美中贸易大战 从2019年的川普时代开始 川普时代的2019年开始呢 后来呢 选举呢 选完了以后呢 又变成拜登 拜登呢 一上任呢 就开始呢 加剧打压中国 然后中国也反击 所以两国之间的那种 厮杀跟裂痕越来越深 然后呢 已经无可弥补 好 无可弥补冲击到的是谁呢 当然就所有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体 亚洲经济体 连带倒霉的欧洲 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全球是一个共生体啊 这个地球现在呢 不管是欧美或亚洲国家呢 基本上呢 在经济体上面是一个共生体 那你就好像那个 连体因开始切割了 连体因切割了 血淋淋的在世人面前 两边都活不下去 这样大家很清楚 连体因不能切割的 一切割下去 一刀下去 大家立刻死亡 不死都剩半条命 就这个原理 所以呢 我说 整个全球的经济体 它是环环相扣的 那我们继续看 海运业呢 标普全球市场的材质呢 首席商业经济学家表示呢 今年海运业的风险程度呢 是该公司开始预测的 二十五年来最高 海运业现在非常之 令人惊悚的事情 一件一件不上 台面呢 除了红海袭击风险以外 红色的红大海的海 不是我们台湾那个郭台银的红海 而是呢 它的名称叫红海 就是海域叫红海 这个的冲击呢 袭击的风险很大以外呢 全球一半的人口将在今年参加投票选举 这可能会带来更多保护主义的政策 包含对中国主要出口国的征收关税 好 中国所有的东西要出口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加强关税 好 尤其是美国 现在如果是拜登 在跟川普竞争选总统 那万一川普当选 川普已经讲了 要克中国百分之六十的税金 那就 这等于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禁止你的东西进来 要么你就付相当的代价 一块钱的东西变成一块六 一百块变成一百六十块 一千块变一千六百块多么惊悚啊 这个是多大的金额啊 大家好好想一想吧 台湾呢 台湾现在是更可怜了 赖青豆豆520还没就任 中国开始不断的在军演 他说没有两岸的中线 我天啊 这是什么东东啊 我都搞不清楚了 现在呢 全部都不一伦常在行事 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是 而不是光是亚洲 也不光是欧洲 也不光是美国 现在全球几乎大家都维持疯狂 魔的世界 真的是比鬼还可怕 来我们继续看 形势不稳定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指出 全球顶尖经济学家 预期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将减弱 充斥不确定性 情势不稳定 主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 金融情势跟人工智慧 AI的颠覆性影响 好不管是大数据 不管是AI 然后呢都变成什么 诈骗集团的工具 人脸辨识也成为诈骗集团的工具 模仿你的声音 AI最可怕的是什么 可以模仿你的动作声音90%以上 这不成为诈骗集团 可以随心所欲吗 你说一个智慧的AI 是不是也会带给人类非常大的冲击 现在是爸爸跟你讲话还是妈妈跟你讲话 还是哥哥兄弟姐妹在跟你讲话呢 一看起来就是像真的一样 然后呢他说我现在在医院 然后呢请你汇款 那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你会不会很紧张 我的命在旦夕了 那爸妈或者孩子命在旦夕的时候 你会不会赶快汇款 就入入一个圈套 现在连政府机关都开始 银行内神通外鬼 这个是罪恶的深渊 金钱真的是罪恶的深渊 所以为了赚钱 不法之勾当一大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了很好的云端平台 你很多的资讯都在上面 万一被骇客入侵 现在连政府单位总统府 什么都可以被入侵 想想看 然后呢 更好笑的是 我们在前年的八月 裴洛西来台湾以后呢 多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台铁 高铁 然后呢 所有的政府机关 包括呢 很多的大型的公共运输 墙壁上都出现了 不可思维的一件惊悚事件 全部打的是中国简体文 然后呢 讲的一些是讯息 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 假讯息到处乱 然后呢 孔弓 接下来呢 炸弹科 还有用人身攻击的 不要命的 车子冲撞 一大堆的问题越来越多 人心这么浮动的 同时都为了什么 争取生存 我们继续看 未来生存会越来越难 我们看一下 回顾2023年呢 2023年全球经历了许多负面冲击 短期和长期利率的上升幅度呢 都明显超过市场所预期的 每年除2022年 升息了7次 2023年升息了4次还5次 4次 下半年才没有动 然后呢 现在通膨加上通缩 接下来的话呢 他搜刮了全球 他印了9兆美元 可能还更多 但看得到的数据 大概是9兆美元 想想看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到底钱是什么呢 好 很明显超过市场所预期的程度 部分原因是经济数据 优于预期 但在年初更多的是 由于央行的鹰派政策 在春季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 都曾出现短暂且严重的不稳定 第三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以色列战争也不会停止 本来呢 美国跟欧盟呢 希望他们能够停止战争 来一两个月就算了 现在不是已经谈判 然后呢 欧欧战争两年多 然后呢 南北韩紧张局势 不妨多让台海危机 想想看 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 人类自取灭亡 我们继续看 存在很大的变数 主要机构多预测台湾经济 2024年将复苏成长 但能受政经情势的影响 日前大选落幕呢 新任总统内青人正在520就职 从现在起到520前 将是台湾面临史上最大军事压力的时候 台商需为政治风险做好准备 而台湾随全球经济存在的 非常更多的变数 好虽然她说她依循蔡英文的路线 但是基本上中共是不相信的 蔡英文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新疆地区发生了大地震 她还向中共当局释出善意说 看要不要我们协助 或者我们捐助 她还四处善意 她也怕台湾变成一个战争之地 这个罪名可她背不起啊 现在的耐心的 难道她就背得起吗 这样的罪名她背得起吗 像乌克兰这样 草木皆兵 颠沛林 死伤惨戒 我只能用这些形容词 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百姓没水没电 然后呢男人上战场 家里的爸爸不见了 儿子不见了 老公也不见了 兄弟也不见了 看看这样的一个日子 他们怎么不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不以你为界 现在都是国跟国之间的小型 比较小型的战争 如果扩大出来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 我们看下去 2023年GDP排名 不敌中国经济的崛起 日本2010年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老座跌落退居第三 日本去年第四季国内生产盲额的GDP 意外萎缩陷入技术性的衰退 GDP招德国超车 全球地杀经济体 地位不保 沦为老适了 好我们看一下 2023年的全球前十大经济排行榜 小编把这些资讯呢 take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一定要了解 来GDP的规模在这边 第一名是美国26.9是中国17.7 德国来到第三是4.42 日本是4.23 印度已经超前了 到第五名的3.73 英国3.33 法国3.04 意大利是2.18 巴西还有2.12 加拿大是2.11 单位是兆美元算兆 以兆为基础 这样算大家看一看 26.94兆美元 以美元为计算基础 来接下来呢 十大风险 2024年的全球风险报告里面 未来两年及十年内的十大风险 以严重程度来排序 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这些严重的问题呢 会继续延伸在世界各国吗 肯定会 来我们看一下 错误资讯以假讯息 现在到处乱飞的就是假讯息 台湾也是一样 政治假讯息 资讯假讯息 什么都是假讯息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你如果只跟依靠讯息 大家都会死得很难看 来所以要有正确的判断力 第二个呢 极端天气事件 忽冷忽热 猝死了一大堆 肯定那一天到现在还没结束 还在变种 好接下来呢流感分了好几种 然后呢又有什么猴豆 又有什么一大堆什么 还有天花又回来 反正呢 全球能够有的病症 绝对不会少 汤布囊囊加一加了十几种 想想看 这些都是致命的病毒 好 不管从小到老 都一样要小心 好那社会的极端化 什么叫社会的极端化 有钱的非常有钱 穷的非常穷 那这些呢心理不平衡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个暴力分子也越来越强 为什么 活不下去 他们只能坚匀掳掠抢夺 啥事都干得出来 好 连政府都这样干的 你想想看哦 很多高官都这样子 图谋不脏 然后呢只要是有钱 贪污个几个亿 关个三五年出来 哇 坐享豪宅 金银珠宝 现在的人心变成这个 不怕天钱啊 他不怕的 怕他就不敢做 不是这样 来我们继续看 还有不安全的网路事件 我刚才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前年八月份 裴洛西来台的时候 我们我们连政府单位哦 我们网路不是很厉害吗 我们还有数位发展部吗 有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没有 你说中国大陆网路不好吗 吓死你好不好 全部都是简体文耶 简体字耶 包括机场 高铁站 很多很多政府单位都是被入侵 然后呢播放了跟台湾无关的 这些影片 然后呢做统战 想想看用网路做统战 这些资讯不就是不安全的网路事件吗 好那么呢跨国武装冲突 越来越多 每一个国家 中东国家也是在零星的战争当中 好之前呢还有爆发过 前两年还爆发过呢 中国跟印度边界的冲突 好每一个国家 现在南北韩是甚嚣成仗 如果中共呢发动了 对台湾的金门马祖攻击的时候呢 我相信南北韩就会吐起来很惨 好第三次世界即将引爆吗 好缺乏经济的机会 科技业也很多也倒霉 你如果是像是做传统事业的 很多都是倒霉 升高破产的一大堆 就像中国恒大在美国上市申请破产 碧桂圆 还有很多的台湾很多的 包括Nike这种公司 一次裁员都差一两千人 那所有的网路以前那么火红的一些 像是Google 像是很多的YouTuber都在裁员 FB也在裁员 哪一个哪一个网路平台不裁员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的辉煌 就会怎么样的陨落吗 所以呢 你要靠着的是什么 扎扎实实的真功夫吧 接下来呢 通货膨胀 那简直是 让人惊心动魄啊 我们这一颗鸡蛋 从10块钱到18块钱 快达薄了 1.9倍 你要付出双倍的代价 才能吃到一颗鸡蛋 连地瓜都长好多啊 你以前呢 我想想呢 小时候我们吃地瓜西饭多么开心 现在呢 吃地瓜很贵 一颗地瓜 在7-11买 这样子 帮你弄好了 四五十块钱 三十十块钱 小一点的二十千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你的肚子要怎么填饱 好 就算填不饱 七分饱也可以 但有很多人根本赚不到钱 好 非自愿性的迁移 什么叫非自愿性的迁移 天灾加燃火 第一个就是战争 变成呢 他非的迁移不可 变成难民 他逃出他的国家 然后第二个呢 气候变迁 大地震 他必须迁移 大风雪 他必须迁移 防射都没了 他不迁移 他怎么办呢 还继续待在那边等死吗 所以这个非自愿性的迁移 越来越严重 经济的衰退呢 更是不用讲 刚才讲到一个红色的 红海的危机 抢夺 掠夺 整个船被掠夺 枪击 那就是抢夺什么 船上的物资啊 来 环境的污染 这更可怕 未来人类死于自己的污染 人类一定死于自己的污染 这十大十大恐怖的事情 会在十年年一一呈现给我们的所有的 全球的人类 所以我有预估过一件事情 我做一个预言 之前我讲到2035年 人类胜不到半 2035 现在有多少鲨鱼 大型的鲨鱼都会迷雾 从海里面 深海一直到港口 然后搁浅在里面 然后就这样死去 没有办法有失误 想想看 这不是气候的影响吗 我想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问题 但是每一个国家 并没有在重视这些问题 而是掠夺争权夺利 所以请大家先帮我按赞 分享特点一下小铃铛 人类自取灭亡的十大风险开始了 这些包括天灾加人祸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气候的变迁是非常严重 热到热到干旱七十几度 零下四五十度 这根本都是极端极端的大气候的问题 人类自取灭亡的开始 所以逃无可逃 谢谢大家 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只要活着的一天 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周边的环境 从你开始做起爱地球 我从几年前我就开始做节目说 呼吁大家一定要爱地球 真的要爱地球 买东西带着你的包包去 拉着你的拖车去 不要每天都用很多的塑胶袋 然后呢 瓶瓶罐罐的东西少用一点 然后呢你看哦 现在更可怕的是 还有呢 什么都在制毒 吃的食品里面 辣椒也都在制毒 而且是癌症致癌的风险这么高 为了钱呢 谋这些不法利益 太可怕 应该要枪毙吧 多少人受害 接下来还会有更惊悚的事情 台湾要振作起来 台湾一定要重新改革 否则的话呢 我们台湾四面皆海 打起仗来 大家讨哪里去 希望我们的领导人 能够有睿智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多按赞分享 谢谢你们哦 拜拜 还文字幕的ños 俊作词